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Chapis 今天和大家走青衣三之香春花落 今天和大家一起走Emily 我們這時間已經是下午的4點半 為什麼這麼晚才行山呢? 因為我們是出發去看夜景 是看青衣對面的昂泉州的夜景 這條路線屬於中級路線 有點難的 3.5星 所謂的青衣三之鄉 是代表青衣三座小山 而春花樂 就是一個地方名 初時我以為春花樂是一個名 然後樂是一個動詞 走完青衣三之鄉 在春花那裡樂 然後發現原來春花樂 這三個字已經是個名 叫春花樂 今天我們行程不會是春花樂 而是春花樂上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 青衣美景花園 走過去 交通方面就是在青衣城 或者青衣站 都得坐249M的巴士去美景花園 而這個249M是一個循環線 在美景花園是沒有總站 他到美景花園就會轉回青衣 下車後在巴士站左轉 看到一個油站 我們去到油站右轉 沿著馬路直走 經過這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走到馬路的進行 看到左邊是公路 這裡有一條樓梯下去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 由青衣美景花園出發 先去春花樂 之後經過三支鄉的南風中風和北風 之後經過細山 下去美景花園 全場大概4公里 預計2個小時就可以完成 難度是屬於3.5星的中級路線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就右轉 那裡有一條小路樓梯上山 這個位置其實也有個小屍帶 我們就會開始走石級上去 一直都沿著屍帶走 之後去到那麼上去就會左轉 我們就 離回這個位置 即是這個公路旁邊 這裡就有個設施網 我們就在這裡 右轉 右轉上山 我們走到這裡的分岔路樓 就直上 後面就已經看到 這個 安泉州貨櫃碼頭的景色 看到嗎? 有個隱藏了的牌在這裡 春花園 繼續偏梯上山 其實一路都會看到 有些分岔路口 我們主要是靠右邊的指示網 一路走 一路上山就是了 那沿途都會看到 一些絲帶 一些印得很細的指示牌 走了一大段的石屍樓梯 我們就看到一個鐵絲網 後面有個標高柱 我們就會在這裡 上去這個春花落 那之後這段路段 開始沒有石屎路 怎樣啊如何 武器 夏天行山 分岔路 這裡景色不夠啊 對 因為已經到終點了 差不多到終點了 穿過了標高柱之後 我們就正式進入山路了 這裡是春花落的起點 沿途都有很多樹蔭下隔 所以夏天來行山都頗舒服 我們這裡上山都是一些 黃麗路 浮沙碎石路 所以下山會比較難 這裡有繩子 為什麼這麼搞笑 這些繩子 只是習慣的 可能下山要用 對 可能下山要用 沒有了 這繩子 對 完的了 所以我們到頂了 這裡上山的福布都很斜 所以為什麼會有繩子 不過多一句吧 不要盡信了 但你看一看 它綁著樹很柔的 是啊 所以你不要 這條繩子是信不過 但是樹信不過 但很明顯有條路在這裡 不會說是隱藏了 都不需要爆林 嘩 竹林啊 嘩 這裡竟然有個打卡位 竹林啊 離開了竹林之後 之後的路段就會開始越來越窄 只可以一個人這樣通過 對 這些路都有一些少爬爬 還有要手腳並用的 所以這條路是有它的難度的 挑戰性的 我們來到應該是 因為比較開陽的位置 這裡就可以看到 岸泉州 這裡有個大石 就不要走出去了 因為都幾天不走 怎麼樣 感覺如何 就是這個景色 如果夜景的話 應該是比較漂亮的 是啊 但是會有一點點 線啊 這個位置 我們要下山了 原來這裡只是假石屎 我們還要再向前走一段路 才到石屎路 之後會經過一段幾斜的斜路 如果下山真的會有很大的挑戰性 所以一定要有一雙好的行山鞋 這裡都是浮沙碎石路 免得後面吃光沙 所以我們都要保持距離 不要走太近 兩條路 廣告 哇 上回去的那塊石 有牌子 對 春花落 我們現在終於上到春花落了 這裡上面有個石 已經寫著春花落三個字 那這裡應該是最開陽的景色 至少Emily如何走這條路線 一定要戴手套 沒有手套 我拉了去那裡 因為我沒有帶 在這條路線 一條路線 有一個石頭 在這條路線 可以從小路線 有一個石頭 我會想要穿 可以說 有一個石頭 在這條路線 有6個石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就下山了 挑戰性大 在春花落有幾塊大石可以做打卡位 但是天色開始陰暗 所以我們盡快接駁到石屎路 不要用了 這條線真的不要用 不安全 我就不會用這條線 繩去做 真心更危險 因為繩除了藥 綁著樹也很柔 不安全 應該是最後一個打卡位 因為後面開始回到樹林 雖然春花落是一個中級路線 但之後我們接駁到三枝香後 就會變成石級初級路線 如果你們是一家大小行山 其實可以走三枝香的石級上山 然後就沿路接返 我們最後穿過一堆叢林 終於來到石屎路 這裏有一個牌子 春花落的入口 春花白景 其實有幾塊石可以拍照 那就過了 這個時間了 春花一落北戶口 我們反過來上山 因為天色多枝陰暗 而且今天天色很一般 所以我們沒有拍到日落 本來打算上來拍日落 那我們現在就 開始走這個青衣三枝香 然後回到青衣 這裏沿路都是石屎路 所謂的青衣三枝香 是有三座的山峰 包括這個三枝香的南峰 三枝香的中峰 和這個三枝香的北峰 我們就要穿過這三座山 落山 其實下面就是這個南灣隧道 南峰的標高處 三枝香 三枝香 又有一張椅子 藍色的膠椅可以坐在這裏 是風景 很棒 這個位置 障礙物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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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路樓梯很漂亮 現在我們時間6點正 今天是6點半日落 我們半個小時落到山 就剛剛好 天黑 可能天都未黑 我們應該來到中峰 這個三枝香的中峰 海拔310米 這邊是1米 那邊是2米 1米 2米 剛剛我們下了一段樓梯 然後逛一段平路 我們又要上山了 因為 三枝香三座山峰 當然是又上又下又下 這裡樓梯有多多 天梯 現在我們向三芝香的北風進發 我們又看到很多燈 相信現在應該到了三芝香的北風 我們有非常快 春花樂開始走廿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這裡有一條分岔路 這是山路 但我們繼續走石子路 穿過座艇 前面下方就是長春隧道 我們現在差不多到山了 還有四百米 沿途也有很多涼亭 很多分岔路 但其實一直跟著支持牌走 或者拿回離線地圖也可以走 很容易 剛剛就經過一堆三芝香的 本來我們是計劃在長春村離開 但因為這裡的路實在太清晰了 所以都沒有看離線地圖 結果我們就走錯路 回到美景花園 好了 我們現在又回到美景花園 其實我們應該是回到青康路 但我們走錯路 所以就回到美景花園 這條沿途其實天還很乾 相機比較廢 所以就拍出來暗一點 但其實這裡也有一些街燈 所以都非常非常安全 因為旁邊已經看到一些 店舖了 看到什麼OK便利店了 即我們已經到山了 是屋邨來的了 對 屋邨來的了 那覺得怎麼樣 這個旅程如何 好有挑戰性 有挑戰性 這個三給多少星 整條路線 不算天氣 東隆島多少星 東隆島你給三星 是嗎? 那這個四星 四星? 三半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按鈴鐺 最新影片通知你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二星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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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 八星 五星 三星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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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星 五星 八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